Hello,我是Karen,我是香港的藝人 平時用的medium是油和油品材 我的靈感來自於我平時生活中的瑣碎事 對我來說,生活是一場冒險 所以很多時候裡面會出現很多不同的人物或物件 令我覺得很有共鳴感 畫畫其中一件很幫助我的東西就是 它幫我分解我平時的腦袋在想什麼 同時它可以幫我記錄某種情感 所以畫畫的時候就會畫很多看起來比較卡通一點 或者是覺醒一點的不足 其實我畫畫的時候是很隨意的 在不同的碰撞過程之間 即是我不斷畫新的,然後又蓋久的過程 它就會慢慢造就了一幅畫 我覺得筆了業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繼續畫畫 因為當你筆了業,你應該要養活自己 而現實是一個非常不可以逃避的問題 即是不吃飯真的會餓死 為了可以繼續畫畫不要餓死 我便會找方法 如何維持我想做的事的同時 亦都可以維持自己 但如果過往的話 我畢業之前 我看到師兄師姐都叫得很辛苦 現在多得網絡很發展 所以大家都可以把自己做過的事放在網上 就增加自己的爆炸 所以有多個渠道是真的幫到很多有熱情 繼續去畫畫的藝人 繼續做自己擅長 而且覺得做得好的事 是不合理你